专心演戏,淡定低调,探秘谭松韵在娱乐圈的成功之路。 她没有那种爵士容颜,从不吹嘘自己是大美女,也无需通过绯闻来维持关注度,只是安静地专注于演戏。 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在观众心中拥有高度的喜爱度,她就是谭松韵。 谭松韵以其深厚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成为了影视领域备受瞩目的一位女演员。 她并非那种依赖外貌取胜的明星,而是凭借着扎实的表演、功底和对角色深入的理解,赢得了观众的尊敬与喜爱。 与其他一些明星不同,谭松韵并不在公众面前过多炫耀自己的外貌,她更注重通过角色的真实演绎。 来打动观众。 她在演艺生涯中的每一个作品都展现了她对表演的敬业态度和对角色情感的把握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谭松韵不以炒作个人生活或制造绯闻来维持媒体热度。 她选择低调地过自己的生活,将更多的精力专注在职业发展上。 这种真实、朴实的个性也使得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 在如今娱乐圈充斥着种种花边新闻和绯闻的环境下,谭松韵的低调务实,专注于演艺事业的态度备受肯定。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专业的演技和真诚的表演更能够打动观众,取得事业上的长久成功。 有些言辞尖锐的网友批评她又土又朴,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她呢? 原因在于她的自然不做作的演技,能够让人忽略外在的表面因素,而她本身又并非以容貌为主要优势。 谭松韵之所以受到观众喜爱,首先要归功于她在演技方面的出色表现。 她不依赖外貌,而是通过深入角色的理解和真实的表演,让人们更加专注于她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 尽管有人批评她的形象有些吐气,但观众更加看重的是她那份真实和不造作的态度。 她并非靠脸吃饭,而是凭借真诚的演技和专业的表演为自己赢得了口碑和支持。 在娱乐圈充斥着外貌焦虑和炒作的当下,谭松韵的淡定与真实让她在观众心中独树一致。 她通过专专业的演技,让人们更加注重作品本身,而不是过多关注她的外在形象。 这样的独特魅力让她在娱乐圈中赢得了一众支持者,尽管有一些毒蛇评论,但更多人欣赏她真实、朴实的一面。 没错,再说了,她这种小巧玲珑、灵动可爱的娃娃脸,难道不比那些千篇一律让人脸盲的整容脸更有辨识度吗? 谭松韵的独特面容确实给她增添了独特的辨识度。 她的小巧玲珑、灵动可爱的娃娃脸在娱乐圈中显得清新脱俗,与那些整容脸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独特的外貌让她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她不仅仅因为演技出众,还因为独特的外貌而备受关注。 在整容横行的娱乐圈中,谭松韵以自然清新的外貌脱颖而出,让人们对她的面容印象深刻。 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色不仅使她更加突出,同时也表达了她对自己真实形象的坚持,符合现代观众对多样美的追求。 因此,观众对她的关注和喜爱也包括了她独特而清新的外貌。 与一些年纪较大非得尬眼少女,结果让观众感到外焦里嫩的女星相比,谭松韵在30岁的年龄,成功地演绎了十几岁的高中生李尖尖,而且毫无违和感,获得了一众好评。 这样的表现在娱乐圈并不多见。 谭松韵通过她的出色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成功地打破了传统对于演员年龄与角色匹配的固有观念。 她的表演不仅仅局限于年龄的数字,而更注重于角色的情感和表达,使得观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角色的生动和真实。 这种表演功底和对角色的专业把握,使得观众能够更加专注于作品本身,而不受到年龄的限制。 谭松韵在塑造年轻角色时所展现的自然、真实的表演,让观众对她的演技充满了认可与赞赏。 在这个已青春为主题的影视时代,她的表现无疑为观众呈现了一种崭新的,更加真实的演艺风格。 有人曾言谈她的长相,可能会使她在校园青春剧中找到更多的机会,然而她在职场剧方面的表现时未出色。 在《狐狸的夏天》中与江潮搭档,以及在《请教我总监》中与林更新《相风儿行》中与王凯搭档,她都成功塑造了职场精英形象,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魅力。 而在《谨衣之下》中,她与任加伦搭档,演绎了《六元一金虾》的故事,这部剧深受观众喜爱,不少人甚至在重复刷剧,陪伴着观众过了一年又一年。 这种长时间的陪伴不仅是对作品本身的认可,也证明了她在职场剧中的成功突破和深受观众喜爱的实力。 谭松韵的表演实力和不断拓展的戏录显示出,她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多面性。 她不仅仅在校园青春剧中有亮眼表现,同样在职场剧等不同题材中都能够成功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角色形象,这也为她的演艺事业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有时候一部影视作品的成功除了剧本、导演等因素外,主演的默契和表现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锦衣之下》中,谭松韵与任佳伦的搭档,以及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演技,为剧情注入了独特的魅力。 这种默契和演技的表现,似乎超越了单纯的剧本设定,成为吸引观众的一大看点。 由于两位主演的出色表现,不少观众感叹如果将主演换成其他演员,可能难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这也让人们对于两位主演二度合作的期待日益高涨,纷纷呼吁两人再度携手出演影视作品。 这种对于主演之间默契和演技的高度认可,也让观众在剧情发展中深陷其中,且意犹未尽。 许多人都期待着两位主演未来的合作,希望能够再次见证这种独特的chemistry,以及更多令人陶醉的故事。 他的演技和真实个性让观众更加注重作品本身,而不是外表。 在娱乐圈注重形象和炒作的时候,他的低调务实赢得了观众的尊敬和喜爱。 这种专注于表演的态度,也让他在不断拓展戏路的过程中,成为备受期待的实力派演员。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